在过年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为大的预告 北韩即将进行第三次的核子试报 而且当时我们的揣测最可能日期就是在金正日的明代 那么最后呢 北韩选择是在金正日明代之前四天 2月12号的时候正式发射了北韩第三次的核子试报 这次的核子试报呢是广岛原子弹的三分之一 但是它的整个核子试报的威力 超过过去北韩所能够发展的核子武器的两倍以上 更重要的当北韩成功的核子试报后 整个南韩已经要求非常高的民意 67%的南韩人认为南韩也要有自己的核子武器 日本人也主张日本要有他们的核子武器 简单而言由于北韩的核武的威胁 使得东北亚都快要变成了核武军事竞赛 2月14号是情人节 象征爱情的玫瑰最受欢迎 但在平朗 2月最美的花是金正日花 16号是金正日明代 每年此时都是金正日花节 今年花坛中触涌的是火箭模型 而献给金正日的还有一场核子报 根据南韩气象厅的消息 这一刻在朝鲜半岛上 北纬41.17度 东京126.18度的地点 发生规模5.1的地震 震中正是北韩先进北道 吉州郡的封锡里核试验场 均南韩国防部估计 这次核式报规模达到6000到7000吨黄色炸药的威力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三分之一 事实上 北韩对这次核式已经做了预告 去年12月12号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 虽然宣称是和平用途 但在1月13号 联合国能通过谴责北韩的2087号决议 只是谴责案发布几个小时后 北韩就做出反击 选择2月12号进行核式 实际微妙 除了金正日名单 北韩建国65周年和韩战60周年纪念日已经临近 而在南韩 这个2月也很特殊 25号朴景慧即将就任 那么这个朴景慧在选举的时候呢 曾经释放出一个信息 就是说他要和李明博的对朝政策 拉开一定的距离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核式 也提升了 就是他下一步 跟这个韩国方面打交道的这样一个筹码 而从美国人看来 这次核四报时间 距离欧巴马连任后发表第一次国情之文 不到24小时 也绝对不是巧合 显然金正恩从老爸和爷爷呢 学了不少 以核计划为大棒 以气核为胡萝卜 过去北韩玩得得心应手 用悬崖战术拿到谈判筹码 进两步退一步 以此逐渐取得核威慑的能力 在2006年和2009年 分别做了两次这个核式 那么第一次的呢 这个当量显然 就是说据估计研究1000TNT 这个不是很大 第二次呢 达到了将近4000到6000TNT 这样一个当量 这一次呢 当量显然比前两次都要大 核力量壮大 以导弹为代表的火箭投送能力 也在提高 北韩手上的大棒 变得越来越粗 连美国人都紧张了 南韩反弹更大 美韩军方在这个月内 已经举行了三次联合军演 即将上任的普警会 更提前加入美韩军事会谈 宣示立场 但这样的宣示无法安抚民众的担忧 首尔街头已有多场示威 他们改编江南大树的歌曲 奉刺这场天龙国的核事 更以海报丑化金正恩 南韩朝野各界对研发核武 以制衡北韩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盖洛普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67%的南韩民众支持拥有核子武器 而即将上任的普警会 清瓦台国安官员也有了动作 他们将和美国重启 韩美核能协定谈判 提出解禁和罚燃料棒再处理技术 同样在北韩导弹射程内的日本 也有同样的声音 日本核能技术相对成熟 比起国际条约的限制 发展核武相对简单多了 一时间东北亚不但陷入军备竞赛 更到了核子竞赛的边缘 但此时北韩更像一批脱江的野骂 本周参与封锡里的核式人员 回到平壤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金正恩也可以透过媒体 披露视察部队要求备战的消息 而南韩的间谍卫星拍摄到 先进北道的东海发射场 正在整修发射台 新一波导弹试射已建在弦上 而当国际社会正酝酿 对北韩最新的制裁方法同时 以往总是照着这小老地的大路 这回态度就不一样了 北韩重要物资来源地 大陆丹东口湾近来显得平静 经贸往来大幅减少 中国外交部已经就朝鲜核实验问题 发表了严正的声明 表示了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实验的态度 联合国安理会对相关问题的审议 应该有利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防止核扩散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中方愿就有关省议问题 与各方保持接触沟通 去年北韩发射卫星 大陆就破天荒地和国际社会站在同一阵线 在2087号决议案投了赞成票 扭转过去无条件力挺北韩的政策 国际社会期待大陆能管管北韩 但态度的转变 能否再勒住这批失控的野马 也考验大陆新领导人的外交斡旋能力